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没有发现武术方面的天赋 然后现在也是高级助教 有没有哪位成员明显体重有变化的 没有 经营武馆或练习武术哪一个更难 练习武术 因为我就是一个武学废柴 经营武馆是我很擅长 并且我觉得自己能做好的一件事情 给自己起一个武林众人的绰号 王肖瘦 叫什么 什么 噼里啪啦 噼里巴啦 旋风嘴 王肖瘦 这个话真的很多 分别用一个词评价一下董又林 秦肖贤 秦老师应该是他要为我的衰老负责任 我每天就是上课他只要一张里说话 眼角笑的这个纹 还有这个法令纹 就给他笑的 我感觉我皱纹都增加了 要为我的衰老负责任 对 然后又林呢就是表面成熟 实则铁喊喊 就是他表面上看上去就是 酷酷的小男生那种感觉 但其实特别可爱 还是个那种憨憨的那种味道 不说名字 爆料一件无关里发生的趣事 每天的趣事太多了 比如说一有正事 就是特别重要的事 总有人去上厕所 一上就去上半个小时 成团快一周年了 有没有特别想在这之前完成的事 哎 其实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件了 就大家一起 就是说他一起录一个综艺 对 然后还有就是想一起出去 一个地方去旅行 去国外的一个地方去旅行 给下一个小伙伴留一个问题 让我想一下 请你预测一下 下一位 梅花中掉水里的人是谁 结果是我怎么办 呸呸呸 上一个小伙伴给你留的问题是 你听说过无关诅咒吗 诅咒就是每当战鼓响起 就会有一个人掉进水里 谁啊 好无聊哦 你听说过无关诅咒吗 哦 哦 厅厅厅就不那么恐怖了 我来自然的 优优独播放